非常特別的禮物 投稿可能是較假時機 應該也請民關係 不是全省會請假 不然他們有時間 現在三個月 他全省要跑多多 他請假的時間可能會在 就是這一兩週嗎 對啦 對啦 假設輸了 他還是新北市長 最好的做法就是 進到新北市議會來 接受人民的監督 而不是繞跑市長 因為以中選會公告的中大選 經費額度上限 四億兩千七百四十九萬元 舊藍營人士透露 侯友宜的募款狀況 比所需額度少了一個零 再看看2020年的韓國瑜 或個人捐贈就高達 三億七千多萬元 這回恐怕很難追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 已經在8月16日 公佈募款帳號 關於募款狀況 惡意製造出來的謠言 我們不予評論 對比侯友宜 錢必須要花得謹慎小心 要獨立參選的 紅海商店郭台銘 不僅完全沒有募款的問題 像是在板橋的南門街上 50公尺的距離 就有兩間連續站 就好比是加盟的超商一般 除了六度連續站 遍布各區 小小的基隆 七千連續站 也是超密集 沒有組織力 論新台幣 國董有過之而無不及 TVBS追蹤結尾 台北歐島